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中正大学于国二老师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TS模糊控制系统2 在这一章里面 首先我们会介绍线性矩阵不等式 利用线性矩阵不等式 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去设计到我们的控制增益 接着我们会介绍衰退率的TS模糊控制器设计 接下来我们会用实际的案例来介绍TS模糊控制器的设计 首先介绍的是导单白的TS模糊控制 接着我们介绍是双向冲方电器的TS模糊控制设计 最后我们介绍机器人用TS模糊控制系统来设计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章的大纲 在这一节里面我们会介绍线性矩阵不等式 线性矩阵不等式在自动控制系统里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果我们可以把TS模糊控制系统的稳定条件改写成线性矩阵不等式 则我们可以很轻易地使用MainLab的LMI工具箱来设计我们的控制增益 接着让我们来了解如何把系统的TS模糊系统改写成线性矩阵不等式 在这一小节我们要介绍是线性矩阵不等式 所谓的线性矩阵不等式 我们简称LMI它是一个不等式的矩阵 以下面这个形式出现 F of X会等于F of 0加上Sigma i等于1到N Fi乘上Fi会大于0 而这边的X它是一个变数也就是未知数 Fi会等于Fi的转制它是一个对称矩阵 而F1 F2一直到Fm都是一个已知的对称矩阵 这个不等式的符号大于0 代表的意思是F of X是一个正定的矩阵 各位同学还记得吗 正定矩阵它必须要是 它的I跟Value都必须要大于0 或者是任何向量的转制乘上这个正定矩阵 再乘上X一定是横正的一个函数 那另外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 一个矩阵我们要讨论它的正负 它的前提是这个矩阵必须要是对称的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矩阵不是对称矩阵 我们是没有办法讨论这个矩阵的正或负 而所谓的LMI问题指的是说 我们给定一个LMI F of X大于0的不等式 则所谓的LMI的问题就是找到X的可行解 使得这个X带到F of X LMI的不等式里面会大于0 或者是决定这个LMI是不可行的 也就是无解的意思 接着我们来介绍之前我们在第六章 所讨论的系统稳定定理 如何把它转换成LMI的形式 各位同学还记得吗 我们在第六章曾经提过开回路系统 它的稳定条件是A的转制乘上P加上PA 会小于0 那这边我们举例来说 比方说A是02-2跟-2的一个2乘2的矩阵 那而P是一个对称矩阵 而且它必须要是大于0 接着我们来看如何把这个稳定条件 A的转制乘上P加上PA小于0 转换成LMI的形式 这边我们把A矩阵与P矩阵分别带入我们稳定条件 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一个2乘2的矩阵 因此我们经过化解以后 我们可以得到A的转制乘上P加上PA 会等于P1乘上一个2乘2的矩阵 加上P2乘上另外一个2乘2的矩阵 加上P3乘上第三个2乘2的矩阵 而这边我们可以知道F0是等于0 P1、P2、P3分别就是在LMI形式里面的 X1、X2、X3这三个位置数 而F1、F2、F3就是这三个2乘2的矩阵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开回路系统里面 它的稳定条件是可以转换成LMI的形式 接着我们再介绍在第六章所提到的开回路离散系统 它的稳定条件是否可以转换成LMI的形式呢 那这边同样的我们以A等于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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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矩阵为例 而P是一个对称的正定矩阵 我们希望能够把A的转制乘上P乘上A减掉P小于0 这个稳定条件转换成LMI的形式 因此我们把A矩阵跟P矩阵带入这个稳定条件以后 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2乘2的矩阵 而这个2乘2的矩阵可以再写成P1乘上-10、04 加上P2乘上0、-5、-8、加上P3乘上4、4、4、3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F0等于0 而P1、P2、P3就是X1、X2、X3三个位置的变数 而这边的F1、F2、F3就是三个2乘2的矩阵 因此我们知道在开回路离散系统里面 稳定条件也是可以转换成LMI的形式 接着我们来看B回路连续系统稳定条件是否可以转换成LMI的形式 而这个稳定条件是AI-BIFJ的转置乘上P 加上P乘上AI-BIFJ要小于0 那这边我们以假设I跟J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令A等于0、2、-2、-2这个2乘2的矩阵 而P是一个未知的正定矩阵 F是我们要求的一个未知的控制增益 接着我们把A矩阵、P矩阵以及B向量、K向量带入以后 可以化解得下面的式子 接着我们做一些简单的矩阵计算 可以得到下面的式子 最后这个稳定条件可以得到一个2乘2的矩阵 在这个2乘2的矩阵里面 我们看到红色的部分 也就是左上角K1乘上P1 而K1是一个未知数我们要求的控制增益 P1也是一个我们要求的正定矩阵 因此这两个相乘会造成同时在一个项里面有两个未知数 因此它不能转换成所谓的LMI形式 也就是说我们没办法用LMI的工具来直接求解 这边我们把B回路连续系统的稳定定理改显成下面的形式 首先我们看到B回路系统可以表示成下面的方程式 而这边我们令GIJ等于AI-BIFJ 因此B回路连续模糊系统可以改写成方程式1 此我们把第六章第五节所提到的B回路系统 它的稳定定理改写成下面的形式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B回路的连续模糊控制系统 它如果是稳定的话必须要满足下面的条件 也就是方程式2以及方程式3 而这边这个GIJ就是AI-BIFJ 我们将GIJ等于AI-BIFJ带入以后 则方程式2跟3可以改写成下面的式子 从式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式FI跟P相乘 而在第三式FI也跟P相乘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每一项里面有同时出现两个位置数 因此FI跟P就不是能够写成LMI的形式 在数学上我们说它不是所谓的突击合 接着我们介绍用一些技巧 如何让2跟3转换成LMI的形式 首先我们在2跟3的左边跟右边同时乘上X 这边的大X就是P的反矩阵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第四式跟第五式 接着我们在第四式跟第五式同时乘上-1 因此原来小于0的等式变成大于0 那又因为X本身是P的反矩阵 而P是一个对称矩阵 因此X也是一个对称矩阵 所以上两式可以改写成下面这两式 接着我们令MI等于FI乘上X 当然MI的转置就会等于X的转置乘上FI的转置 所以原来的两个不等式可以改写成下面的这两个不等式 经过以上的步骤后 其实我们已经成功的把2跟3转换成LMI形式的稳定条件 因此所谓的基于LMI的模糊控制性设计就是找出X大于0 而且MI要满足下面这两个稳定条件 同学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两个稳定条件里面 每一项都只有一个未知数 也就是说只出现大X或者是只出现大MI 而这边的大X就是P的反矩阵 而MI会等于FI乘上X 因此以上的条件就是一个LMI形式的稳定条件 而未知数就是大X跟MI 所以只要大X跟MI透过MEDLAB里面的LMI工具箱求解 则我们的回收控制增益FI 以及我们要找的正定矩阵P 就能够透过P等于大X的反矩阵 以及FI等于MI乘上大X的反矩阵而求得 在这小节里面 我们学习到了什么是线性矩阵不等式的稳定条件 线性矩阵不等式就是把我们的稳定条件 改写成线性 但是是用矩阵的形式所组合起来的 接着我们介绍如何把之前在上一章里面 我们所提到的开回路连续系统的稳定条件 改写成我们的LMI 也就是线性矩阵不等式的形式 接着我们介绍如何把离散的开回路稳定条件 改写成LMI的形式 最后我们利用基于LMI的稳定条件 来设计一个TS模糊控制器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把稳定条件改写成LMI形式 我们就可以很轻易地透过 ManLab软体所开发出来的LMI工具箱 来寻找到我们的控制增益 以上就是这一小节的灾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